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昨天我们讲到了曹操还有刘备 三国三分天下已经出现了两个人了 我们今天又会讲到第三个人 然后我们还会讲到什么呢?赤壁之战 想一想我们学的哪一首诗里面我们讲到了赤壁之战 对的,苏氏的,面濡浇,赤壁怀骨 当时他是怎么写周瑜的? 嗯,想一想那个诗句是什么来着? 他是怎么介绍周瑜,怎么介绍赤壁之战的? 一边读一边想,好的,现在我们开始 孙策占据江东 当曹操和袁绍在北方激烈争夺的时候 南方有一只割据势力逐渐壮大起来 这就是占据江东的孙策,孙权兄弟 孙策的父亲是长沙太守孙坚 袁是袁树的部下 孙坚死后,孙策带兵投靠袁树 袁树看他少年英俊,很喜欢他 对别人说,要是我能有像孙郎这样的儿子 我死了也安心 话虽这样说,袁树可并不重用孙策 孙策曾经想当一个郡太守 袁树没让他做 孙策的舅父吴景在江东丹阳当太守 被扬州刺史刘瑶逼走 孙策向袁树要求,让他到江东去帮舅父打刘瑶 袁树跟刘瑶也有矛盾 才拨了一千人马给孙策 孙策向南进兵 一路上有许多人投奔他 到了丽阳,兵力扩充到了五六千人 孙策有个从小就很亲密的朋友周瑜 也带了人马来会合 孙策的力量就壮大了 孙策作战骁勇 再加上他的军队纪律严明 得到百姓的支持 因此很快就渡过了江 不但打败了刘瑶的人马 夺回丹阳 还攻下了吴郡和惠基郡 这样江东六个郡的大片土地 都被孙策占领了 孙策占据了江东 还雄心勃勃地想向北发展 他趁曹操和袁绍在关渡相持不下的时候 准备偷袭许都 把汉县帝抓在自己手里 正在调兵前将 准备粮草的时候 想不到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原来孙策轰下吴郡的时候 杀了那里的太守徐贡 徐贡手下的门客跟孙策结下了仇 有一次趁孙策上山打猎的时候 他们埋伏在树林里 放了一只暗箭 射中了孙策的面颊 孙策受了重伤 请医生治疗也没有用 病是越来越重 孙策自己知道不行了 就把部下张昭等找来嘱咐 说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人马地盘 可以跟人家较量一番 希望你们好好辅助我的弟弟 孙策那时才19岁 他年纪虽然轻 但是平时喜欢结交朋友 注重人才 在江东官员中已经很有声誉 孙策把印寿交给孙策 叫他佩戴起来 说咱们兄弟俩 要论上战打仗的本领 你不如我 至于选拔人才 任用闲人 我比不上你 希望以后你好好保住江东这份基业 说着就咽了气 孙策倒在床前哭个没完 张昭劝住了他 叫他立刻换上官服 骑着马到军营里去巡视一遍 以免赶快派人通知当时驻扎在巴丘的周瑜 周瑜连夜带兵回到屋中 跟张昭两个人一起辅助孙策 那时候江东六郡虽说都归孙策战了 但是还有不少偏僻的地方不服他们指挥 有一些人还要看看风向再说 亏得张昭周瑜两人一心一意帮助孙策 才把局面稳定下来 孙权记住他哥哥的话 用心搜罗人才 周瑜对孙权说 我有个好友鲁肃 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 请他来帮助将军 准没有错 孙权派人把鲁肃请了来 两个人一见面就谈得挺对劲 有一次孙权对兵会见兵客 等别人走完了 把鲁肃单独留下来谈心 孙权说 现在汉室衰落天下扰乱 我想继承父兄的事业 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 来辅助天下建立霸业 您看怎么样 鲁肃说 我仔细研究过天下大事 汉室已经不能再兴盛起来了 曹操势力已经强大 也除不了他 我替将军打算 还是住江东这块地方 等待时机 曹操现在正忙着对付北方 到我们这一头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讨伐刘表 占预 占领京州 然后再来平定天下 这倒是汉高祖的事业呢 孙权听了这番话 心里豁然开朗 但是嘴里还是谦虚的说 我哪能做到这些呢 由于孙权重用人才 江东地方 文臣武将 人才积极 出现了一片兴旺景象 曹操听到孙权 接替孙策的地位 为了笼络孙权 就用朝廷名义 封孙权为征禄将军 兼会基太守 从此以后 孙权实际上 在江东建立了割据的政权 诸葛亮隆中对策 关渡大战以后 刘备逃到荆州 投奔刘表 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 让他住在新野 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 刘表一直把他 当上等兵客来招待 但是刘备是一个 雄心勃勃的人 因为自己的抱负 没有能够实现 心里总是闷闷不乐 有一次 他摸摸自己的大腿 心里有了感触 流下了眼泪 刘表发现了 就问他遇到什么 不快活的事 刘备说 没什么 以前我经常打仗 每天不离开马鞍 大腿上的肉很结实 现在在这儿 过着清闲的生活 大腿的肉又长肥了 看看日子像流水般的过去 人都快老了 还干不了什么大事 也想起来就感到难过 刘表安慰了他一阵 但是刘备心里 总在考虑着长远的打算 为了这个 他想找一个好助手 他打听到 襄阳地方有一个名士 叫司马辉 就特地去拜访 司马辉很客气地接待他 问他的来意 刘备说 不瞒先生说 我是专程来向您请教 天下大事的 司马辉听了 哈哈打笑起来 说 像我这样平凡的人 懂得什么天下大事 要谈天下大事 得靠有才能的俊杰 刘备央求他指点说 往哪里去找这样的俊杰呢 司马辉说 这一带有卧龙 还有凤厨 您能找到其中一位 就可以平定天下了 刘备急着问卧龙凤厨是谁 司马辉告诉他 卧龙名叫诸葛亮 是孔明 凤厨名叫庞统 自士园 刘备向 从司马辉 道了谢 回到新野 正好有一个读书人来见他 刘备一看 他举止大方 以为他不是卧龙 就是凤厨 热情地接待了他 经过一番谈话 才知道这个人名叫徐树 也是当地一位名士 因为听到刘备正在招请人才 特地来投奔他 刘备很高兴 就把徐树留在部下当谋士 徐树说 我有个老朋友 诸葛孔明 人们称他卧龙 将军是不是愿意见见他呢 刘备从徐树那里知道了 诸葛亮的情况 原来诸葛亮不是本地人 他的老家在狼邪郡 扬都县 他少年的时候 父亲死了 他叔父诸葛玄 跟刘表示朋友 就带着他来到尖州 不久 他叔父也死了 他就在笼中定住下来 搭了个茅屋 一面公众专家 一面读书 那时 他年纪只有27岁 但是学问渊博 见识丰富 朋友们都很钦佩他 他也常常把自己 比作古时候的管仲和乐意 但是 他看到天下乱纷纷 当地的刘表 也不是能用人才的人 所以 他宁愿隐居在笼中 过着他甜淡的生活 刘备听了徐树的介绍 说 既然您跟他这样熟悉 就请您辛苦一趟 把他请来吧 徐树摇摇头说 这可不行 像这样的人 一定的将军亲自去请他 才能表示您的诚意 刘备先后听到司马辉 徐树这样推重 诸葛亮 知道诸葛亮 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就带着关羽张飞 一起到笼中去找诸葛亮 诸葛亮得知刘备要来拜访他 故意躲开 刘备到了那里 扑了个空 跟刘备一起去的关羽张飞 都感到不耐烦 但是刘备记住徐树的话 耐着性子去请 一次见不到 第二次再去 两次不见 第三次又去请他 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诚意感动了 就在自己的草屋里接待刘备 刘备把关羽张飞留在了外边 自己跟着诸葛亮进了屋子 趁屋里没有人的时候 刘备坦率地说 如今汉市衰落 大权落在奸臣的手里 我自己知道能力差 却很想挽回这个局面 只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所以特地来请先生指点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虚心请教 也就推心致富地跟刘备谈了自己的主张 他说 现在曹操已经战胜袁绍 拥有一百万的兵力 而且他又挟持天子八号使令 就不能光凭武力和他真胜负了 孙权占据江东一代 已经三代 江东地势显样 现在百姓归附他 还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 看来也只能和他联合 不能打他的主意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 荆州和益州的形势 认为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 可是刘表是守住这块地方的 益州土地肥沃 向来成为天府之国 可是那里的主人刘章 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 大家都对他不满意 最后他说 将军是皇室的后代 天下文明 如果您能占领 荆亦两州的地方 对外联合孙权 队内整顿内政 一旦有机会 就可以从荆州 一州两路进军 攻击草操 到那时 有谁不欢迎将军呢 能够这样 工业就可以成就 汉事也可以恢复了 刘备听着听着 不仅打心眼里 佩服眼前这个青年人 说 先生的话真是开了我的窍 我一定照您的意见干 现在就请您一起下山吧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热情诚恳 也就高高兴兴地跟着刘备到新野去了 后来人们把这件事称作三顾茅庐 把诸葛亮这番谈话称作龙中队 但那以后 刘备把诸葛亮当老师对待 诸葛亮也把刘备当作自己的主人 两人越来越亲密 关羽和张飞看在眼里 心里很不高兴 背后只嘀咕 他们认为诸葛亮年纪轻轻 未必有多大能耐 怪刘备把他看得太高了 刘备向他们解释说 我有了孔明先生 就像鱼得到了水一样 以后可不许你们乱发议论 关羽张飞听了刘备的话 才没有话说 曹操平定北方以后 公元2008年 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刘表 他的人马还没有到荆州 刘表已经病死 他的儿子刘从听到曹军声势浩大 吓破了胆 先派人求降了 这时候刘备在樊城驻守 他听到曹军 曹操大军南下 决定把人马撤退到江陵 荆州的百姓听说刘备带人好 都宁愿跟着他一块撤退 曹操赶到襄阳 听说刘备向江陵撤退 又打听到刘表在江陵 积了大批的军粮 他被刘备占据 亲自率领5000青旗兵追赶刘备 刘备的人马带了兵器装备 还有十几万百姓跟着他 每天只能行军十几里 曹操的骑兵一天一夜就赶了三百多里 很快就在当阳长板坡追上了刘备 刘备的人马被曹操的骑兵冲杀得七零八落 还亏得张飞在长板坡抵挡了一阵 刘备诸葛亮才带着少数人马摆脱了追兵 但是往江陵的路已经被曹操截断 只好改道退到下口 曹操占领了江陵 继续沿江向东进军 很快就要到下口了 诸葛亮对刘备说 行事紧急 我们只有向孙权求救一条路了 正好孙权怕荆州被曹操占领 派鲁肃来找刘备 劝说他和孙权联合抵抗曹军 诸葛亮就跟鲁肃一起到了柴桑去见孙权 诸葛亮见了孙权说 现在曹操攻下了荆州 马上就要来进攻东吴了 将军如果决心抵抗 就趁早同曹操断绝关系 跟我们一起抵抗 要不然就干脆向他们投降 如果再犹豫不决 过到临头就来不及了 孙权反问说 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严肃的说 刘将军是皇室后代 才能盖世 怎么能跌三下四的去投降曹操呢 孙权听诸葛亮这么一说 也激动的说 我也不能向江东土地 和十万人马白白的送人 不过刘将军刚打了败仗 怎么还能抵抗曹军呢 诸葛亮说 您放心吧 刘将军虽然败了一阵 但是还有随军两万 曹操兵马虽然多 远道追来 兵士也已经精疲力尽 再说 北方人不习惯水战 荆州的人对他们不服 只要我们协力同心 一定能够打败曹军 孙权听了诸葛亮的一番分析 心里挺高兴 就立刻召集部下将领 讨论抵抗曹操的事情 正在这时候 曹操派兵士下战书来了 那信上说 我奉大汉皇帝的命令 领兵南征 现在我准备了水军八十万 愿意和将军较量一番 孙权把这封信递给布下看 大伙看了都刷得变了脸色 说不出话来 张钊是东吴官员中资格最老的 他说 曹操用天子的名义来征讨 我们要抵抗他 道理上输了一招 再说 我们本来想靠长江天险 现在也靠不住了 曹操占领了荆州 又有上千艘战船 他们水路两路一起下来 我们怎么也抵挡不了 我们看只好投降了 张钊这么一说 马上有不少人附和 只有鲁肃在旁边冷眼旁观 一声不吭 孙权听着听着 觉得不是滋味 就走出了房子 鲁肃也跟着出来 孙权拉住鲁肃的手说 你说说该怎么办呢 鲁肃说 刚才张钊他们说的话 全听不得 要说投降 我鲁肃可以投降 将军就不可以 因为我投降了 大不了回老家去 照样跟民事们交往 有机会还可以当个周军官员 将军如果投降 那么江东六郡 全都落在了曹操手里 民上哪去 孙权叹了口气说 刚刚大家说的真叫我失望 只有你说的才合我的心意 散会以后 鲁肃劝孙权赶快把正在鄱阳的大将周瑜 召回来商量 周瑜一道柴桑 孙权又召集文武百官来讨论 周瑜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 曹操名为汉朝丞相 其实是汉式奸贼 这次他自己来送死 哪有投降他的道理 他给大家分析了曹操许多不利的条件 认为北方兵士不会水战 而且老远赶到这陌生地方 水土不服 一定会生病 兵马再多也没有用 孙权听了周瑜的话 胆也壮了 他站起来拔出宝剑 呼的一声 把岸籍赶去 砍去一个角 他严厉地说 谁要再提投降曹操 就跟着桌岸一样 当天晚上 周瑜又单独去找孙权 说我已经打听清楚 曹操兵马号称八十万 这是虚张声势 其实只不过二十几万 其中还有不少是荆州的兵士 不一定真心替他打仗 你只要给我五万精兵 我保管把他打败 第二天 孙权任命周瑜为都督 拨给他三万水军 叫他同刘备协力抵抗曹操 周瑜领兵进军 带赤壁和曹军前哨碰上了 果然不出周瑜所料 曹军兵士很多人不服水土 已经得了疫病 双方一交锋 曹军就打了败仗 被迫退到长江的北岸 周瑜率领水军进驻南岸 和曹军隔江摇摇相对 正像周瑜所预料的那样 曹操的北方来的兵士 不会水战 他们在战船上 遇到风浪颠簸就受不了了 后来 他们把战船用铁锁拴在一起 船果然平稳不少 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这个情况 向周瑜献个计策 说敌人兵多我们兵少 拖下去对我们不利 现在曹军把战船都连接在一起 我看可以用火工的办法来打败他们 周瑜觉得黄盖的主意好 两人还商量好 让黄盖派人送一封信给曹操 表示要脱离东吴 投降曹操 曹操以为东吴将领害怕他 对黄盖的假投降一点也没怀疑 黄盖叫兵士偷偷的准备了十艘大船 每艘船上都装着枯枝 浇足了油 外面裹着布木 插着旗帜 另外又准备一批轻快的小船 拴在大船船尾上 准备在大船起火时转移 隆东的十一月天气突然回暖 刮起了东南风 当天晚上黄盖带领着一批兵士 分别成十艘大船 驶在前面 后面跟随着一批船只 船队到了江心 扯满了风帆 像剑一样驶向江北 曹军水寨的将士听说东吴的大将来投降 正纷纷挤到船头看热闹 没想到东吴船队离开北岸 约莫两里光景 前面十条大船突然同时起火 火借着风势 风筑火威 十条火船好比十条火龙一样 闯进了曹军的水寨 那里的船舰都挤在一起 又躲不开 很快都被烟烧起来 一眨眼功夫已经烧成了一片火海 水寨烧了不算 岸上的营寨也着了火 曹军一大批的兵士被烧死了 还有不少人被挤在了江里 不会求水马上淹死了 周瑜一看被岸起火 马上带领精兵渡江进攻 他把战鼓雷得震天响 北岸的曹军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马进攻 吓得全部崩溃 曹操拖着残兵败将向华荣的小路上逃跑 那条小路全是水洼泥坑 骑兵没法通过 曹操赶忙命令老弱兵士 找了一些稻草铺路 他带着骑兵好容易才通过 可是那些天赋稻草的兵士却被人马踩死了不少 刘备和周瑜一起 分水路两路紧紧追赶 一直追到了南郡 曹操的几十万大军战死的加上得意病死的损失了一大半 曹操只好派部将曹仁徐晃 跃进分别留守江陵和襄阳 自己带兵回到北方去了 经过这场赤壁大战 三国分立的局面已经第一本形成 华佗治病 曹操在赤壁大败回到许都 心里郁郁不乐 骗在这个时候 他最钟爱的小儿子仓书得了重病 家里人到处请医抓药 都不见效 眼看孩子没救了 曹操伤心的说 要是华佗在 孩子不会死得那么早 曹操所说的华佗 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医学家 和曹操是同乡 华佗自小熟读经书 尤其精通医学 不管什么疑难杂症 到他手里 大都要到病除 当地官员和朝廷太尉 听到华佗的名声 征召他做官 华佗都催辞不去 华佗诊病极其准确 有一次 有两个官员 闹头疼发热 先后找华佗看病 经华佗问民病情 给一个开了泄药 另一个开了发汗药 有人在旁边看华佗开药方 问他为什么病情相同 用药却不一样 华佗说 这种病表面看起来一样 其实不同 前一个病在内部该服泄药 另一个只是受点外感 所以让他发热 发发汗就好了 这两个人回去抓了药服了 果然病都好了 还有一个姓李的将军 请华佗给他妻子治病 华佗去了 一抹脉说 这是怀孕时伤了身子 胎儿留在肚子里了 李将军说 我妻子已经小产过 胎儿已经下来了 华佗说 按照我的判断 胎儿还在病人的肚子里 李将军不相信 华佗走了以后 过了一百多天 他妻子的病越来越重 只好再请华佗来治 华佗说 肯定有个坏死的胎儿在肚子里 大概你妻子原先是双胞胎 一个先小产下来 一个留在肚子里 华佗给病人服了汤药 又给他扎针 果然产了一个死胎 病人很快就康复了 华佗不但能治内科 还善于做开刀手术 他配置一种麻醉剂 叫做麻肺散 有个病人患肚痛的病 痛得厉害 经过十多天 胡须眉毛全落下来了 华佗一诊说 这是脾脏溃烂了 要赶快开腹治疗 华佗让病人服了麻肺散 打开腹腔 把坏死的脾脏接除 再缝好创口 敷上药膏 过了四五天 创口愈合 一个月康复了 历史书记载的 有关华佗治病的传说 还有很多 据说 有个太守生病 请了许多医生诊治 都没有治好 华佗诊治以后 认为这种病只有让病人发怒 才能治好 他故意向病人索取很贵的诊费 却拖拖拉拉不认真给他开方抓药 过了几天 竟不告而别 还留下一封信 骂太守得了病 是自作之受 太守果然大怒 立刻派人追捕华佗 太守的儿子知道华佗用意 暗暗叮嘱家人 不要去抓华佗 太守听说抓不到华佗 更加怒气冲天 一气之下 呕出几口黑血 不想这一呕 病反而好了 曹操一直患 头疯病 一遇到工作紧张 头疯病发作 痛得受不了 他听说华佗的医术高明 就把华佗请来 华佗扎了几针 头痛就止了 曹操不肯放他 把他留下来做随从的衣冠 好随时给他治病 华佗虽然乐于帮助人 热心给人们治病 但是他却不愿意 一直待在曹操的身边 给一个人管药箱 有一次 他借口回家探病 顺便去取点药 曹操没有怀疑 让华佗走了 华佗回到家里 托人给曹操捎了一封信 说他妻子病得厉害 一时回不了许都 曹操一再催促 华佗还是拖着不去 曹操又命令郡县官吏去催 也碰了软钉子 这一来可惹恼了曹操 曹操派个使者到窍县去调查 并告诉使者 如果调查下来 华佗妻子确实有病 就送他四十户小豆 听任华佗推迟假期 要是华佗语言堂塞 谎言堂塞 就把华佗抓来 调查的结果 华佗被抓走了 曹操把华佗抓到了许都 他认为华佗故意 违抗他的命令 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下令把华佗处死 谋士寻遇认为 这个处刑太重了 劝曹操说 华佗医术高明 他已死 牵扯到许多人的生命 希望成像从宽法落 曹操本来也是个爱惜人才的人 自从他打败了袁绍以后 有点骄傲起来 再说他正在气头上 哪听寻遇的劝阻 气呼呼的说 哼 我不怕 天下就没有像他那样的医生 说完 他派人把华佗杀了 华佗被捕离开家乡的时候 随身还带着一部医书 这是他根据多少年来积累的经验写成的 他本来没想到得罪曹操竟招来杀身大祸 他觉得自己遭到罪没法挽回 可是让这部书淹没了就太可惜了 临行前一天 他把玉丽请来 对他说 请您把这部书好好保存 将来可以靠他救病人 那玉丽胆子小 怕接了华佗手里这部书 将来曹操追究起来 自己受到牵连 说什么也不肯保管 华佗十分失望 他叹了口气 向玉丽要了火种 在监狱里把宝贵的医书一把火烧毁了 他从华佗死后 曹操发头疯病 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 但是曹操并不肯承认自己做了错事 说华佗这小子 有心不肯跟治我的病 即使我不杀他 也不见得会治好我的病 直到他的小儿子 苍叔死了 他才傲丧万分 华佗死后 他的几个学生继承他的事业 继续为百姓治病 可惜记下华佗经验的那部艺术竟失传了 非常感谢你又跟我读完了四章 这四章里面有非常多很有名的人物 有一些你也知道是不是 你看曹操刘备孙权 还有他们的谋士 一个是诸葛亮 还有一个是周瑜 在赤壁之战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叫做黄盖 这个黄盖呀 他假装投降曹操 是不是最后进行了火攻 然后把曹操的军队全部都给打败了 中国有一句些后语叫做周瑜打黄盖 一个怨打一个怨癌 就是发生在这个事件当中的 好的 对了 老师忘了提醒你了 你现在还记得我们学过的念奴交赤壁怀骨吗 如果不记得了 你可以再去复习一下 把它再背一遍吗 好的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